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局的话,我们是六号位的大内奸 上来就一个大内奸 要杀的人就注定可能是吧 比较多呀啥之类的 我们选择了观音平了 观音平的话应该来讲当内奸还挺多的 看一下这一局有没有 你看,就像观音平 你比如说一般的武将他解决流氓 他至少在前提他解决不了 但是我们要去解决他 还真有办法,是不是 所以看这一局谁打工打的比较多 不行的话就自己来 扔他三身 挂一个装备,又挂一个装备 还可以,是不是 安好位徐胜的话 一个沈嘉仪好像也卡不住他 大军在手 何等休想天经一步 那么牌破掉以后 再来一个决动 应该来讲还是杀气挺重的 他把那个刀也给他破回去了 这样一来的话 他倒不至于被借刀了 但是如果撂了孙权 收益就更大了 对不对 简佣的话强行跳一钟 强行跳一钟 然后来个所谓的双决斗 然后呢 干银万左思 没干银徐胜自己扎一脚 也是挺可惜的啊 就是简佣他如果愿意当反贼的话 比如说他靠孙权也当白 对不对 然后呢决斗孙权在俄格外还是不错的 蔡文基他如果跳中大功属性应该还蛮强的 但是蔡文基跳反贼了 好吧 蔡文基跳反贼也就算了 这个香香跳一个忠诚 像说我当然是可以当中央 我那啥来说是吧 火工匠的唐牙把它拆掉 然后丢一个闪电相当于是非常低调了啊 你注意这个闪电他本身是可以血迹的啊 就那是红牌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啊 还非常给反贼面子 结果这反贼呢 根本就不需要给面子啊 说白了反贼这个实力的话 我们是可以直接打他们的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打啊 打就是了 然后先把这个能压的去压 压三斤写代说 我知道你肯定死不掉 就是没有陈勤也有急救 我知道你肯定死不掉 压状态 对不对 检佣的话呢 比如说乡村如果没觉醒的话 他是可以补牌的啊 为什么他 他是这样想的 他当一个大忠臣孙权 磕一个台 啪一下子状态就回起来了 那要不有些时候说 光靠别人打工 可能还真不一定行 在那个检佣里面 他为了拼拼 他拼 没拼拼的话 紧张不能用了 手上给我一个乐 这么扯犊子嘛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自己动手 方人以弱甚强 来吧 这个你就拿一个乐白白吧 反正你也没有下一回合了 对不对 你也没下一回合了 好歹蔡文静已经成情过了啊 在孙权的回合成情了 那么你看局势不就打开了吗 那么这个时候局势 还是比较平稳 还是比较平稳 比较打开的 最大的难点可能在于 分合直接被反正推掉 你要说反正现在抽时间来打 你估计也抽不出来 对吧 他俩都打得到主攻的 所以说最大的难点在于 生权直接被推掉了 还有就是这个香圈 给孙权补牌呢 就是这个意思 孙权赶紧吃桃子 你赶紧补牌 然后这个香圈不知道会不会牵制我们 啥意思 他自己也觉醒也搞成事先 也搞一堆装备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们有一点是稳的 稳定输出 哪怕你是刺猬女 哪怕你带一堆防具 是不是 所以最大的难点还是孙权的问题啊 杀了他 也休想难 你凶中之恨 对 对他 对他个鬼玩 青龙刀就是戒纯了 就应该拿青龙刀追他 还装尼开 其实你装不装尼开 我们都是探中你这一滴血的啊 徐胜的话 如果两回合一张杀的话 孙权起桃的速度应该还蛮快 现在已经转化为我们大强强有多快的问题了啊 对不对 你之前可能说孙权直接被推掉 但是现在只有一个反对了 他徐胜如果单考虑杀的话 是两回合一张杀 考虑锦囊的话 反正主中方也快 并且也能来逃 所以现在就转化为三方博弈谁快了 如果我们先杀掉虾虾 然后呢 徐胜去磨一磨孙权的状态 然后孙权呢 压一压内或者反的状态 我们就一起上了啊 我们就一起上了 全部磕了 对不对 不要蠢了 免得被搞走了 只有吃了才是自己的 孙权已经不会被反对 直接推掉了 对不对 哎呀 给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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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给劲了 千万别把孙权 我打死了 你压血 我绝对正成 别打死了 给我留一滴 对不对 我留一滴血就行 给孙权留一滴血就行 中中生牛 扔他三生 卖 说卖就卖 哎呀 这个酒杀如果收了他的话 那你就收了呗 那这个时候孙权他有一个恢复期 那么我们有稳 我还说他有个恢复期啊 这恢复的鬼瓦子 有腾甲的话 这还不用打了 过拆都不用用了 有没有过拆都无所谓了 有腾甲就凉血 凉血的话是吧 如果说我们不是这种稳定的输出啊 你想想咱们假设变成了四血白板 孙权这个腾甲 估计我们要哭一门的心目 虽然说有斧子 有过拆 你看你这一下只能拆腾甲 然后来你断伤了 孙权再回一轮 看能不能回个头 当然啊 稳定输出的强势就在于刚刚那种情况 甚至他带房具 还带个腾甲 他都是立马见血的 那么这一局的话 我们选择的是属于那种 屌尸级的反费 非常具有屌尸属性 但是呢 也不用过分的担心 场上呢 有一个二章 他相当于如果是反费的话 具有反费头子的属性 并且呢还等一个元素 元素的话 切的主公当忠臣是非常给劲的啊 你比如说他黄千一个 再出一张杀 那就见雷了 对不对 天雷滚滚 你看天雷在此 你看那个给的那个伞还没用 红盘帮的伞没用 教主的意思就是说 告诉忠臣 我黑有伞 你们看毛 对不对 就是这么 古士气 对他们来讲 古士气 那么元素的话 丢一些破铜烂鞋 二章小故珍一发 然后呢 我们开局禅 开局禅 这还是比较淡腾的 给人以淡腾的感觉 因为你说你这个孙修小号牌女 那他真的是用一个小号牌女来改字了啊 百步穿扬 这鬼玩儿百步穿扬就百步穿扬 也不打教主 是吧 没打教主打了黄盖 那你顺元素干啥呢 我在想这个问题 肯定叫的是中类啊 没问题 只是顺元素有点单身 天意如此 我们绝对是那种 比如说可以小八一张牌的 那个燕珠是可以小八一张牌的 其实如果说没有改计的 没有失去燕珠之前 几地鞋对几个人发动 如果一地鞋只能对一个人发动 来小燕珠一下 然后回顾 决定权在我们了 对不对 因为你只剩一张牌了 决定权就在我们了 腾云跨风 果然一类 好吧 只能给一个人新学啊 桃子舍不得吃 配合一个固证 那只能给一个人新学啊 给黄干小过一张 估计意义不是很明显 他寻忧如果要强势的话 那就必须强势起来了 呼风唤雨 救助他吹的不是伞 吹的是出伞的机会 比如说谁杀他 谁换劲 对不对 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 相当于 相当于局势非常不妙 心采对乐了 但是暗张可以小回一下 至少台还在二张手上 那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又见一雷的 就是默认的情况 他还行 至少没出雷 那一个头就可以改决 这鬼瓦子 内奸都死了 还这么含蓄 今天往前走出雷啊 你看我们一刀干啥呀 你个鬼瓦子 措施先机是定家打击 你看二张先走了 二张先走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两年都 或者说二张一个人 能干掉巡邮 这台就有的打了 就只有一个元素了 心采是可以抱一轮的 知道吧 来 开一个鼓鼓风筝 然后呢 搭他 然后给心采过牌 当然也可以给我们自己过牌 传关键牌 啥意思 把巨花都传上去 这样一来的话 只要元素一死 你降伏出雷的机会 就非常低了吧 是不是 他就说不缺闪 缺的是出雷的机会 就元素浪费了一个雷 这一个雷好像还比较关键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教主他输出的话 他就是非常的弱的 就说没有配合出雷的输出的情况下 是非常弱的 所以我们现在搞一波恢复 白银的话知道干啥吗 心血 放白银 回血 然后白银没有丢掉 在对人手上 心采一丢 直接一个固阵 又回到二张手上 二张一个直剑 又来到我们身上 等会我们再出白银 一心血 哎呀嘛 又回血 我能感觉到这个白银 他不是那个一次性的 他是一个你看 心灰密诱 教主的话 我们现在主要搞恢复 即使没有这个火攻 其实也不重要 慢慢的搞恢复 发一张 然后回血 别夺个牌 拿去固阵 对不对 固阵回来 白银丢到牌的底 心采把它摸走 心采一摸走 然后一丢掉 二张一剪 二张一剪 再来一个固阵 教主输出没有那么猛 我们马上就满血咯 马上就满血咯 你看 再加上血越多 如果敬人没 艳术没失去的话 听谁的人也多了 大家都来学习 是不是 一直学习 一直学习 慢慢过牌 你说教主你们不敢杀啊 我有几秒了 我都敢杀了吗 他们这输出不那个了 我这可以说 已经大局已经打下来了 已经打下来了 前提可以说非常被动 你的二号位一个大功率 三号位一个内奸 也有输出器的化身 可以说就是各种大功率 开局我们非常被动 甚至我们强服间内保持一血 最后打下来了 最后还真是打下来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就这一局就坐等赢就可以了 别的就没那么重要了 那么反正还是有辅制以后 还是比较激进的方式 做掉较职 其实你不激进 我觉得你赢的概率更大 你就无限的猥琐 无限的猥琐 他连心才都打不死你 你信不 是不是 又有房队 他也比他多 你说他凭什么打死你呢 对不对 搞几个紧张 他不就咳屁了吗 好吧 那反正就是打过来了 打过来了 一个班营寻回利用 还是比较爽的 那么最绝的话 我们看一下年兽啊 因为年兽的话 就以非常多的新技能 也不完全介绍 就是说主要是给你们看 不是给我看 所以说呢 我就比如说 点一下名字 叫卯兔对吧 地支啊 这个是比如说兔年啊 啥之类的 丑流 这是物虚的物 还是物虚的虚啊 我单独 我还不一定认得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做地支的话 绝对是虚 所以这是虚狗 就这三个人啊 就这三个人 他们这种生肖的话 有一个统一的技能 叫锁定技 他们只受到 与他势力相同的角色 造成的伤害 比如说我们要对这个丑流 造成伤害的话 就是只有我们 能对他造成伤害 当然 且他也只能对其造成伤害 当然 如果一名生肖死亡后 与该生肖私利相同的角色 也能对你造成伤害 好的 这个就大概的看一下 这个这个 反正这三个人 肯定是有配合的 你比如说这个 鲁术跟这个孙前 是辛努组合 他们的鲁术啊 从很早就跟喜欢被人那个 手上是一个破酒 就直接火伤了啊 你没拼点了 你拼点了 你这个忽视防具 火杀就没用了 好了 那么就可以怼他了吗 可以怼他了啊 可以怼他了 因为丑流已死 这个虚狗的话 我们怼了一下 他主要是有些时候 他也有他的技能 都有瑞兽以外 他还有一个锁定剂 红杀对他无效 看到没 但是我们是为了那个啊 为了啥呢 为了配合鲁术的地盟啊 当然如果我们能杀死这个虚狗的话 我们还获得一个传承 你杀死他的角色 获得虚狗 就相当于我们到时候就有虚狗这个技能了啊 当然若琴已又有传承获得的技能 则改为替换之前的技能 那我们这局大死虚狗以后就要获得虚狗这个技能啊 你说大死就赢了还获得个鬼技能 你听谁说大死就赢了 暴死出场 年兽 登登登登 进入年兽模式啊 进入年兽模式 但是注意我们这个技能虚狗已经获得了啊 那么年兽 吊在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上来所有人都啪啪啪掉了两血 这正是人家的技能 积极可危 极远啊 不是极极啊 我以为是极极 极人锁定计 结束阶段摸五张 税中限定计 处于兵死状态时将体力恢复至一 然后令其他所有角色弃职所有牌 如果当前回合不是他自己 则强制结束回合 所以这个税中还是比较强势的 我们打着打着就不能打了 全丢了 对不对 那么年一 锁定计 使用牌无距离限制什么一大杯 当然最第一开始有个吹咕拉修的吹咕啊 就是上来就是对所有人两点 属性伤害 两点伤害啊 啪啪啪啪的 但是把它打下去了啊 比如说这个单看这个年兽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强的 但是这个营免的组合也是非常强势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里面主要是给你们看 不是主要给我看啊 大概看一下 那么ADD局也正常的播放 相当于是我没有说因为站了一个年兽就砍一个ADD 没必要 那么ADD局的话 你说这个女儒的话 那很明显就是别人家的女儒了 对不对 那你说一个女儒 对你一个嗜血的小翠子教主还能绰绰有余 教主说我有伞你杀不动 哎呀 那看我警囊够不够用了 主人行不行 灭剂行不行 对不对 来吧 哎呀教主忙我们一下 随时你忙 咋的吧 一踹一顺 注意啊是一踹一顺啊 那么你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 这个地方 铁索如果重铸 决斗就上来了 就可以决斗它 但是对于坟臣来讲 那肯定是铁索跟嘴尖 是不是 肯定是铁索跟嘴尖 特别是那个刘备 看能不能看得住 刘备如果是反贼 而教主锁定坟臣被杀四敌血了 如果刘备是忠贼 那还得再看太子词 太子词看不看刘备 所以说这个完美啊 教主掉了四敌血 那么如果不死的话 一刹一撤 还有一刹一撤啊 所以说这相当于就是死透了 你不是说你有啥 我们不敢揍你吗 上来帮你搞到民主牌 对不对 有你缓和的余地吗 谁对你缓和 就是这么暴力 所以说 本期视频已经结束 如果还有啥需要提醒的话 视频右下角 红色字幕 坤姐战旗TV直播间 战旗TV搜索 湖北张坤 案018 或者直接访问地址 战旗.tv 一写到SP张坤 好的 谢谢大家